我們不就笑而已 我們就專業笑容 這樣就很無聊 專業笑誰要看 對嘛 那誰心機嘛對不對 對… 吹琦很猛 走心了 他有時候很兇 什麼怎麼樣很兇 就是… 他們不敢講 我都在說你們小睡點 你才沒有怎麼樣 三個人當中 誰最會利用小心機 然後搶版面 對於C位最有企圖心 想要搶C位 C位是被拱出來的 我不是搶出來的 富邦我們的Angels 誰 誰 是誰 乃琦 是妳 我以為是丹丹 等一下 妳以為是丹丹 為什麼 會是我呢 因為妳很喜歡裝可愛 妳知道音樂的時候 就會一直嘟嘴 然後後面他們那個球名就 這樣一握 沒有… 丹丹人家說應該是妳 妳們坐… 妳們可以坐 妳們沒事的 因為這樣子不會差太多 我們還以為 好可愛 就是我們有一次 在經典賽的時候 然後他非常的認真 認真到 就是他都會做一些 很獨特的表情 然後動作超級強 怪異的 動作超級用力 然後讓觀眾覺得 我們都沒有認真跳 然後還在下面留言說 學姐妳們要不要多看看學妹 就是人家多認真 妳們都不認真跳 我不知道這件事 妳當然不知道 因為不是妳被罵 因為妳不是被騙 好好壓好兇 而且乃琦 她才進來第二年而已 然後她這個人氣就飆漲 人氣飆高 她每次拍照的時候 就常常眨眼督嘴 然後我們在休息的時候 不是會坐著 可能補補妝嗎 就看到旁邊學妹都在那邊 一直在拍照 一直在找鏡頭 找大砲 我們倒是比較想知道 辭妹是不是真的就像 她的外表這樣 在團隊裡面沒有什麼殺傷力 當然不是 沒有 所以 不是有學姐的樣子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後面的題目 慢慢一體一體來處理 好 那我們來看看 Late Girl到底誰會耍心機的 新雞女 搶綁麵 搶綁麵 誰 娶 娶 娶 沒有 其實我要講一下 因為我們三個人 真的不太強版面 是因為她是學姐 所以我們會先讓給她 要讓學 對 我們都會讓位 我覺得她有點搞不清楚 他們在問什麼 她是說小青雞導致的C位 所以她剛好說 我們三個其實都還好 但硬要講話就是 我們會自動讓給妳 因為妳資深 資深大學姐 今天就坐到C位 妳覺得誰 我覺得是芸汐 為什麼是我 因為芸汐是表情包 對 妳對什麼 妳不是學她的 妳真的太吵了 芸汐是表情包 她也是表情很多 她可以一個 可能一個瞬間 10秒鐘 她可以做20個動作 屁啦 妳不要那麼可愛 有 沒有 表情很多 芸汐 我有看妳那個啦啦隊表 我的表情真的很多 真的很多 而且妳是跟球迷有互動 對 很多很多 她也很會眨眼 比如說剛剛那首歌好了 那首歌日文 因為我聽得懂 所以我知道她裡面在講什麼 所以我會融入她的音樂 去做表情 對 她們就是聽不懂 又不 站好 我們會笑 我們就笑而已 我們就專業笑容 這樣就很無聊 專業笑誰要看 對嘛 那誰 誰心機嘛對不對 好 對 飛機很猛 手心了囉 我就跟你們說 女孩子的臀 不要出這些題目 對 對 你這是阿彼有無私 對不對 然後兩個人同時選妳 可能妳就真的是心機 妳真的有一點 對誰的低音印象最差 又愛版學姐的姿態 有沒有 宜老麥老 宜老麥老 富邦啦啦隊 誰宜老麥老 老妹了啦 老妹 幹嘛 不然妳要唱 宜 宜 才不是 宜妹 來了 就是妳 不可能吧 宜妹那麼可愛 不可能 她看起來可愛而已 她練舞的時候很可怕 沒有殺傷力 她練舞的時候很兇 怎麼樣很兇 就是 她們不敢講 有沒有人不敢講 大家都在練舞的時候 但是可能女生比較多 就會激扎 激扎 然後她就突然轉過來說 你們到底講完了沒 然後突然所有人都安靜 這麼兇 她聲音超大 宜妹會這樣 等一下 我不相信 宜妹妳試試看 講一次 沒有 哪有 我都在說 妳們小衰一點 妳才沒有 不要 不是 真是 這是我的專業 要認證 對 然後他們有時候 就是太多人 會一起叽叽喳喳 這樣就排不完 是不是很疲勞 這樣子 這麼長的時間 然後都不排舞 一直在聊天 會沒效率 所以我就是要管秩序 不然誰管 對不對 風紀鼓掌 可是妳沒在工作的時候 也在管秩序 我們上次春酒的時候 我只是搖個鈴鼓 我們去唱KTV 然後我搖鈴鼓 然後很開心 然後她就說 現在大家還沒有嗨 不要搖 什麼 為什麼 我搖 沒有嗨 現在不是工作 應該是室妹 妳自己還沒有嗨 不是 妳以前 妳是風紀鼓掌 妳有搶過這個 有 我以前有當過風紀鼓掌 難怪 但是我要反駁 我要反駁 因為乃昔 她是私底下也是很可愛的人 對 但是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妳好恐怖 她是 她是 但是 因為她就是因為很可愛 就呆呆的 然後很常會在我面前 扮可愛 或是在我耳邊吵 然後我就覺得說 哇 妳真的好吵 我有時候真的是不知道該怎麼叫她閉嘴 我就跟她說 妳可以先不要吵嗎 像她剛剛走上來的時候也是 一直在那邊 嗡嗡嗡 這樣我就很想打她 一直發出聲音就可以了 一直發出出雞雞雞雞的聲音 對 妳就覺得說 還沒有工作 可不可以不要這麼可愛呢 學妹 好恐怖喔 好的學姐 好恐怖喔 等等… 我會嚇哭 辭妹這個話就有語彬 還沒有開始工作 不要那麼可愛好嗎 原來 她只有在 妳有聽說話說話 是假可愛 不行 她隨時能量都太高了 我是 就突然每天我就會沒有表情 而且我沒表情的時候 臉會很醜 所以我需要集中精神 在工作的那一刻 但是因為她才來兩年 你看她再待個十年 她還會不會這樣 妳是 妳職業倦怠的是不是 芸汐 妳現在是說曲藝跟靈膽的 對 她出道更久 天靜女奶只是散掉了 比我們還久 解散了 散掉 才淪落到來我們這裡 我們算年輕的了 好 LOCK TEN GIRL 到底誰雀屏中選 是妳 怎麼可能是我 太太姿態 我超peace的 我好像兩個都投妳是不是 我投她 但是我的理由是 因為她個性比較直爽 然後常常我們休息室 如果要拿東西 我們其實學姐都會有一個默契 她們不會講說 新進來的學妹怎麼樣怎麼樣 那普遍的學姐都有一個默契 就是 現在誰要去拿便當 學姐們都會這樣 安靜 她很容易一直起始 她會說 中美聽到 中美聽到 對 她都會指使別人 叫她幫她做事情 對 但林淡就是比較直爽的 她就說 芸汐 妳新進來的學妹 趕快去拿便當 還在那邊幹嘛 對 快點過來幫我綁頭髮 對 對啦 綁頭髮會 她就說 學妹一定要這種待 她說 對啊 只知道妳是學妹 對啊 然後我就跟她說 我還反嗆她說 沒關係 明年新進來又有新學妹 她說 好 新進來的學妹 妳還是學妹 妳就是個萬年學妹 解釋一下 因為我跟芸汐太熟了 所以我只會對她講 但其他女孩 其他學妹 我就不敢這樣講 為什麼 好朋友都開玩笑 對 我就會故意跟她 來開玩笑這樣 所以我們不能跟你太熟對不對 這團隊裡面 最討厭那種有話不說的 對 悶葫蘆那就糟糕 但是吵鬆鬆很開心的 真正工作又是一起 對不對 我們會互相傷害 OK 這樣很好 可是我覺得她還有很多不一樣 就是第一印象很糟 她很搞不清我狀況 好 假設她的工作 可能都比較盯緊 因為我們就是團隊規定 遲到就是罰一千 沒有工作的情況下 她就可以隨意的遲到 隨心所欲 就是我私底下聚會 我很容易遲到 要補回來 可是如果今天如果要罰錢 或是有新台幣的誘惑的話 我就會超級溫馳 一千看錢看 我們跟她一約 她給我遲到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各位 反正不要罰錢 就沒有新台幣的誘惑 遲到兩個鐘頭太多了 有一點 但有時候太累了 我不會拍照 我會拍照 小燈 我好iring 我會拍照 她一個小燈 可不可以拍照